大家好,欢迎回到NHK广东话军事频道节目 《军武器言》,你节目主持Larry 这一节既世界风和消息,又想跟大家讲讲关于英国 讲起英国,这边转了个新的首相 我们讲到Alice Trust,卓慧斯上台 上台后真的有新人士,有新作风 尤其是他对中国强硬的态度,一种非常强的鹰派的态度 除了展现了他的态度之外,当然也要做点事 包括在防御和防卫的budget上大幅提升 我们来自于Ben Wallace接受英国媒体访问 他就爆料,说未来的Defense的budget是会大幅上升 究竟上升成什么呢? 由40多个billion,一升升到差不多100个billion 我们讲英镑,对美金仅仅成为1.2左右 就算了大约数多大 所以都相当夸张的,立刻跃升成为 即是来近,如果在2023年来看 如无意外,应该就会跃升成为全世界 top3,头3的军费开支的国家 仅次于美国的8000亿 和中国的大概2600亿 成为世界一个很大的军费支出国家 既然去到这样 当然和国家的视野,定位,野心 以及他在安全的考虑,不同地区 当然很大关系 大家不要跟我说 他增加了budget,纯粹是帮军人加工 那么简单,是不是? 所以很明显的,即是来近的配置 包括他们的策略和战属 完全会不同的了 亦都会将他反映在来近的兵器上 即是包括他的海军 大家也估到,英国当然是大海军为主 他一定不会像中国和俄罗斯 这种大陆军国家的洗肺模式 是绝对不同的 所以我们能够可期,就是来近 即是英国皇家海军的规模大幅抗张 甚至乎连英国皇家空军 今次的得益似乎都不小 所以这可能是一个系列 我这一集都说不完 那我们先集中先第一节 我们先说海军 说到来近的皇家海军 究竟有什么是鸿途大略 以及最重要的 就是它对中国台湾的政策是如何 似乎英国自从脱欧之后 作为一个Global Britain 全球英国的情况 它也会势必兼顾印太海域 他们的盟国利益 承担更大的大国责任 所以今天我们会和大家说 即是英国来近 即是加大了计划 帮大一次之后 究竟在远东的角色会如何 会不会有什么巨大改变 今天做个轻轻的分析 当然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首先给like 和记得按铃铃 按了个钟键 可以最快收到我们节目更新的通知 今天除了我之外 还有Anson在这里 Anson你好 你好 Larry兄 可不可以和我们说一下 这个budget上 突然很冲动 突然发得大 你想想 突然Least Trust一上台 Bank Wallace是这样的 他们是否真的合同 你想想之前 你有和我们透露的后风 就是其实Boris Johnson上台的时候 他在最后也有说 当然他那时候 他还未能预认自己会下台 那时他也已经说 能根据的budget都加 我们都轻轻说 都挺兴奋 令人现在直头是 有些是起出望外 甚至乎我们观察 真的那种感觉 是不是吹的 那么坚 突然那种的声呼 是连double都不止 其实英国加国防budget 由Boris Johnson下台之前已经说 我也很相信加国防budget 是Least Trust去竞选手上 那时候去争取Bank Wallace 防伤支持的时候 相信是答应了 但因为早前 当他刚刚上任那时候 英国就进入国商期 任何东西都停顿 英国就刚刚走出了国商期 每个政客都做他自己的事 那他已经立刻去Bank Wallace 急不及待 接受这个Sunday Telegraph 访问那时候 就已经向传媒透露 手上Least Trust 是即将公布的 这个国防预算 就会大幅增加英国的国防预算 那现时呢 英国的国防预算 大概是48个Billion的英镑 那48个Billion大概应该是480亿左右 那他也会大幅增加 去到这个100个Billion 1000亿的英镑 加幅是一倍 增加一倍 他差不多1200亿美金 其实他的夸张程度 之前大家知道 俄罗斯是一个大的军事力量国家 其实他的Budget和英国差不多 差不多 其实英国的规模比较小很多 但是他的Budget也有400多亿 俄罗斯玩了这么多核武 说到过千枝核弹 又要加它的载据 又要加上它旁大的陆军 大家知道它是旁大的陆军 说的是八、九十万的陆军 所以我觉得英国的400多亿 其实真的有很大的进步 可能英国人工贵 对比俄罗斯 但是英国三军加上的人数 都是三十多万 但是他这次真的把整国国防预算 大幅增加一倍有多 很相信绝大部分 都会全部进入皇家海军 和皇家空军的袋里面 可能这次也比较长 这个访问 可能就将它斩了几分 可能这次就只是说皇家海军的方面 而这次这个 刚好跟早前八月 美国做了一个兵推 甚至是之前美国做的兵推 是有关 就是关于英国的重返亚太 或者叫做Global Britain 这个印太战略那时候 是相当有关系的 在这个海军方面 这个Bang Moritz就说 以及早前另一个叫HMS Anson 就是安心号最新一手的核潜下水的时候 也是透露过 我们的水面蓝席的规模 是将会大幅增加 那时候也是当面 是一个commissioning 就是入役典礼那时候 也是当面和皇家海军的高层 就说我们的水面蓝席大幅增加 那时候是否要想想我们的水下蓝席 是否需要大幅增加呢 那时候他就说 那这些究竟是那边 是左下右下放下去 还是New Money 那这个呢 其实上个星期 就是刚刚过完国伤期 那天就进行一个复役典礼 本身这个复役典礼 是在前一点 但是因为国伤的关系 就压后了 那时候他已经说 是不是New Money 那时候已经在Defense 圈子里面都觉得 是否应该都相信 国防越船真的会增加 但是真的没有想过 是增加一倍有多 而这一个呢 他也是说过 英国皇家海军的艦艇数量 是需要去返回 这个2000年代之前 甚至更高的水平 而英国是需要扭转过去30年 冷战之后 不停去裁军 削减艦队规模 这个选择 这个选择 这个终于要 那么究竟英国 他之前是2000年代之前的 艦队数量大概是多少呢 那他当他可能是1999年尾 即冷战完了没多久 都在1949年那时候 那时候英国是仰仰 这个三艘航空母艦 仰仰16艘的驱逐艦 还有26艘的巡防船 那当然 那时候的航空母艦 三种的舰艇的吨位都比较小 那时候的驱逐艦的主力 就是4-2型 4-2型都是5000多吨左右 那这个巡防舰就是 2-2型和2-3型 大概都是4000多吨左右 那航空母艦就差很远 那时候是无敌级都是2万吨 那对比起现在的舰艇组合 或者是未来的舰艇组合 你可能是航母6万5千吨 这个巡防舰 26型都去到8000吨 那当然吨位都是差很远的 那也是当时为什么 David Cameron 2000年代 甚至可能是Blair Gordon Brown年代 台军的理由 都是说 你现在的舰尺大这么多 我也是没什么对手 那其实我的舰艇数目减少 都是没问题的 因为那个整体性能是不同 是差很远 多很多 但是不过呢 当你的舰艇数量少了的时候 尤其当这个英国 后脱欧的英国 开始要重返印太的战略的时候 就发觉它那个舰艇数量 捉襟见肘 尤其是当时这个CSG21 去远东调配的时候 他也是需要向美国和荷兰 借舰进行一个航母打击群 所以呢 也就是 为什么就是说 这个是Boris Johnson年代也好 到现在This Trust年代也好 都说是要大幅增加这个水面舰艇的数量 就是说 英国它现在的海防需要 已经不单止是要在英国本土 北海范围 也都是要配合英国的重返 人泰的策略 在远东也都需要一些的舰艇 所以就要大幅度去增加它的水面舰艇数量 是的 以及Anson的说起 就是大幅增加的情况 也都在上次的兵推那边 是不是其中 就是有些的英国传媒也有透露到 除了美国我们经常说 可能是在一个大战里面 会损失一两艘航母舰之余 其实英国也都不是站在这儿 没有角色做的 除了日本也会做一些封锁海峡的情况之外 因为其实在上次8月的兵推 在之前很多次的美国的兵推方面 也都是透露了 其实英国和美国的默契在哪里 也是昨天List Trust向CNN接台访问的时候 CNN的主持直接问List Trust 就是说之前拜登说明会协防台湾 英国的态度是什么 英国的List Trust 的回应就没有正面回应 或者不会协防台湾 英国区内有很多重要盟友 包括美国、日本、澳洲和加拿大 而英国的行动会有一个 coordinated response 即是说会和他们区内的盟友一致行动 再看之前的几次兵推 可能国际传媒主要是在最前线方面 最前线方面当然就是美军和中国海军 陆军和空军进行交战 日本也是一个地缘问题 也是一个最前线 如果在较后一点 就会看到英国的艦队 是会协助封锁马六甲海峡 因为马六甲海峡是佔了中国的战略石油 要度超过七成半 而另外一些就是可能在巴基斯坦那里 所以英国必要时也需要封锁 这个霍建木支海峡 透过英国在巴林的海军基地 甚至可能和五国协防的规定 和澳洲一起封锁马六甲海峡 从而断绝中国的战略石油入口 而剩下的艦队也是在核潜方面 就会协助美军将一些残余的中国艦队 可能是成功逃离战场那些 就会由英军去帮忙执手 去做一些二线的任务 那就是这个 当如果在亚太发生战争的时候 这个英军的角色 就会是一个比较二线的角色 是的 但是二线还二线 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 你也真的要允许到那些艦队在远东地区才行 如果大家看到以往的策略 都是苏伊士运河以东 是没有英国战艦 如果再继续这些策略 无论你有多支持美国也好 你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能力 所以也都在今次的策略上看到 它当大了够钱 除了很多东西可以更新之外 其实它将来近增加了更多船艦 即是可以部署来到远东地区 即是部署来到这里 大家都看到它上次CSG21 其实也都告诉大家 它现在包括在很多海外的基地 例如刚才安成兄说 巴林是一个位置 奥曼是一个位置 然后在远东这边 甚至乎在新加坡 闻来等等 最重要的是提高过世眼 这个是和美军分享的家里 即是远东有些蜡烛点 即是可以施放到海军的力量 其实根据在去年 其实英国也拍了两艘OPV 其实都是很小的艦 就是天马号和Spray 进行一个亚太巡防 也都很明确说明 当三一营下水的时候 这些远东的巡防 就会交给三一营去做 而这一个可能新的战艦 将会建造的战艦下水 其实你看到二六营 在新的国防 如先都说会检讨 二六营是否要多些二六营 三一营的订单数目要检讨 另外一个就是SSNR 就是英国的新的核潜艇 就是S-D class的后继营 也将会在2028年开始 第一艘动工 而另一个相信就是 可能水面舰艇的驱逐艦 这个在2030年中开始 就要下水的 相信就是现在设计阶段的八三营 而八三营 他们皇家海军方面的要求也很清晰 其实就是什么都外 听说明是很贵的艦 我相信都未必可能做到十几艘 我相信都行高低配 跟二六和三一样 可能是八三营加四X营 而八三营那方面 它就是说一定要有个区域防空 可以反高超音速导弹 反卫星 以及可以做对陆攻击 其实这些这样的specification 出来了 根本是一个巡洋艦 所以其实它这次新的造船 它应该是脱离了冷战 或者是后冷战之后的主力 是一个北海反潜艦队的角色 逐渐将会转型回到一个大海军 就是以这个航空母船做基础的艦队中心 去进行一个软洋作战 也看到新的艦艇的編排做法 都是走回这个路线 所以其实它很明显海军的政策 已经由这个后冷战或冷战末期的地区 反潜去回英国以前一个软洋艦队的方针 而且它也挺夸张的就是那个8-3型 你看得出它的那个 无论是敦位 它的武器的配置 其实也是很适合远东地的作战 包括那个敦位 稍后Anson给大家说一下 敦位是有多大 上面的武器配置会有些什么 那你听完 其实没可能是对付一些 现在隐约不明的俄罗斯海军 大家知道俄罗斯海军 已经运为这个地区的三等海军都不如 你想想如果乌克兰都能够 将你的旗舰莫斯科号都打到变山胡椒 那你觉得究竟英国法国意大利 联手的海军可以有多强 现在美国的神谈艦 我们都没有说这些了 所以你会幻想到它很明显 对付的目标就是远东的中国 这个都真的相当明显 因为其实8-3型 当然现在它组成一个设计选择阶段 所以有几个设计图 暂时是一个比较高的机密度 但是出到来的消息 都是肯定这一架8-3型国 以黄金海军去设计它 就用Cruiser 甚至有部份用Battle Cruiser 去形容它这个 相信那吨位都应该是一万多 应该都是一万钟 而这个大型的战艦 其实在欧洲的战场 又真的未必太需要 欧洲你要对付的目标 例如俄罗斯是北海 其实都是一个很近陆地 其实可以用陆机的战斗机 都可以去到 甚至区域防空 我可以在本土的一些防空 都可以没什么问题 就算地中海 其实英国在地中海 东部都有一个塞浦路斯的基地 真的未必需要那么强的奪取制海拳 甚至对陆攻击的 甚至是一些反卫星 反这个高侵出武器的大型平台 它在欧洲战场真的未必太需要 反而是一个亚太的战场 寥阔 以及它的基地比较少 那它要最近的 可能都是要去到新加坡、文莱 甚至去到澳洲才有 那这些大吨位的军艦 是放在这个亚太战场 是绝对比较合适的 还有它将来装置一些攻击型的武器 对陆攻击的 常常都是说一些防空 例如我们说SM2、SM3 那种英国有自己对应的防飞弹 至于是英国有 它对陆的攻击 就真的少见了 因为它真的不是再反占大队 它真的是一个全力的南水海军 所以大家就想 它是不是真的 好像之前的访问说 现在的United Response的时候 它真的有机会 不是再在后面 帮你守着武力架炮 那么简单 真的如果 例如台湾打起来 它真的可能 也有机会派一些拳头的蓝 直接上前线 基本上它可以执行一些 对敌攻击 例如说对陆攻击 可能将你的基地等等 将它打击 甚至乎有另一个说法 就是它上面可以装高超音速武器 是吗 现在英国和法国联合手 研发的一些高超音速武器 预计就是2030 暂时推前到2028年 就可以有一个试射 2030去复役 这个26型上面 有买了Mk41 亦是预备给这个武器 但是不过 根据830其中一个Tanner 是有一个新的弹坑 这个弹坑是要比Mk41更加深的弹坑 是要专门设计 这个长程高超音速的武器 是可以进行一个反滥和对陆攻击 这个是830project的其中一个项目 就是一个新的弹坑 其实在这个高超音速的对陆攻击 而且不要说高超音速 只是说对陆攻击 亦是皇家海军多年来 是一个比较短板 亦是比较没什么理会的一个范畴 因为它当时主要是应对苏联 之后的俄罗斯的潜艇部队 去到这个新的一个纪元 新的一个chapter 英国要将它自己 从这个out to out之后 走向全世界 所以它这个增加它的对陆攻击 是一个很明显的 就是说真的 你除了俄罗斯之外 英国的潜在敌人还有哪一个 那其实一定是中国 那你去到阮阳作战的对陆攻击 其实针对意味都比较强 尤其是List Trust 它在上任之前 亦都说会将中国定义为一个威胁 和俄罗斯同级 虽然英国和中国的 版图和距离 都差很远 但是不过它所以 现在它要重建远洋外军 和地区盟友 叫coordinate response 相信它这个新的抗军的计划 亦都是将这一个因素 考虑在内 是的 所以我们都相信 包括美国重返亚太 已经说了很多年了 英国也似乎 随着全球英国这个策略 它放在远东的重心 将来会加强 越来越强 有个消息 就是关于英国这边 是不是都帮忙在Augus的计划里面 都在练习一些澳洲的船员 去熟知一些英国的潜在的操作 这里会不会有什么暗示 因为Augus我们说过 由去年宣布的19个月之内 其实很快就会有一个明确的选择 来到澳洲可以用什么的船 其实日子都慢慢逼近 其实距离上次宣布 不觉意有一年了 所以其实都差不多了 是要时候都给大家知道 究竟澳洲新一代的核潜艇是如何 究竟今次训练那边有什么玄机 其实在HMS Anson的入役典礼的时候 Bang Mollis就是皇家海军公开宣称 一艘的潜艇有两队 一队当然是由皇家海军自己 而另一队就是Royal Australian Navy 澳洲皇家海军的水手 也会被训练去操作HMS Anson 这个S3 class的Batch 2 基敏级的第二批次 跟着这个圆 其实说真的 如果我不是给你用 我为什么要训练你去 如何使用这架船 所以其实很大机会 这个基敏级的第二批次 很大机会是AUKUS潜艇的选择 一个很大的热门 或者可能是一个基敏级的改良型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澳洲很希望2030年中 最前已经是有一个潜艇出现 如果是一个全新设计的潜艇的话 你一定2030年中一定是不可能的 一定是在现成的设计上面 进行现在的油去买或者是改善 那个时间一定是快很多 那当你澳洲和英国 可能说要帮他们训练 如何训练这一级潜艇 那之前说过 英国和美国的海军 虽然很close 但里面很多的操作 其实是不同的 那么protocol也是不同的 就算是航母甲板的运作 当年英国退役了的航空母艦 美国帮你养住那群彩虹战队 但如果去到现在的航空母艦 其中的操作都是不同的 所以就说如果你没有一个 真的一个有用 或者是一个互操作性 或者是很高度的互操作性的情况之下 你去将一对人 派到英国去训练一级潜艇 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相信 这个AUKUS的最后的选择 很大机会是根据英国的设计 而且AUKUS说真的 你要买擦潜艇 你直接找美国买 就不用拿英国进来 其实如果你不是用英国火方便的设计 都不合理 所以这个我们都会 再继续看 现在澳洲 英国的角色 澳洲这边 包括Train的潜艇 甚至乎可能提供潜艇的潜力 我们会再跟大家跟进 Anyway 这个budget 其实真的令到我们觉得 英国一定是求变的了 一定是求变的了 我觉得你很喜欢之前的封面 Now or Never 因为Never 都直接吸了它 是现在 所以真的要移动 英国都督促了 它的军费 刚才Anson兄和大家说了 你想想 由贝利亚的年代 接着到白高敦的年代 接着到卡梅伦的年代 一直在削減削減 终于到Boris Johnson开始提振 其实可能他们计算的数据 都只是追落后而已 追落后 其实我们经常说 在股市里面 其实它不是特别升的 只不过长期落后 现在追回而已 是 因为其实他在Boris Johnson 他说过 在Combination的时候 也说过一段说话 就是说 英国的蓝艺的科技 是世界领先水平 但是很明显地 我们的蓝艺数量 是严重不足的 尤其是四五营的 妥善率很差 四五营都在2030年开始 2030年开始退役 它是趁这个时候 换代同一时间 因为当你船用得好 你没有生产线 去加艦是很贵的 但不过现在适逢 英国的艦队开始换代 你看到二三营开始退役 那二六三一个生产线 是正在 然后三零年代 四五营开始退役 亦都是新的艦艇开始入役 生产市去行动 去进行扩展 它的艦队是非常合理 亦都是符合经济利益 当然了 这个520亿英镑 有条件的 全部都要在英国做的 因为可以去振兵 英国的制作业和经济 那英国经济 现在暂时都是疲弱的 如果是一个政府的 购买费去提振英国的经济 相信在国会上的阻力都不会太大 因为整件事除了军工发展 亦都有其他 例如我们说的船厂的发展 船厂的发展 亦都是造船业的发展 亦都是民间的就业市场突击 英国从镇 其实这个我想是一个很经过详细规划 一个小心规划 就是一个军工之外 其实其他全民就业那边 都是有一个好的情况 我觉得美国的军工 都是可以做多一些参考 因为英国的造船 其实最主要是focus 在苏格兰和英格兰的西北部 这些都是当26型和3型的订单下了之后 其实在造船厂方面 例如Roxmouth 格拉斯各个方面 是在流英方面大幅增加支持度 这个其实是成功巩固了 苏格兰留在Union 留在英国的支持度增加 因为是改善它的就业 所以其实这些project 例如可能增加造船业 是对于整个英国整体的稳定性 是更加有帮助 例如可能西北部 这些是比较 现在暂时比较窮困一点 整个英格兰来说 它可以有这个造船要去提振 也是对于当地经济很大的帮助 是啊 没错 好 那我们这一节 就来到这里 另外我们会有其他节数 和大家说的潜艇 风军等等的情况 即是未来的budget提振 其实亦都对英国未来的十年二十年 现在包括远东地区 我们经常说制行中国的位置 其实可能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那我们稍后一节 再和大家再详细分析 当然了 大家也可以帮忙 包括看广告 可以订阅我们的youtube 亦都可以在细水长浪 支持我们的patreon会员频道 另外亦都可以除完货金 即包金 银行 配米和转速化 罕外网友可以透过youtube 和paypal的功能支持我们 多点留言和like和share我们的节目 好 那我们另一节 再和大家说说王家空军那边 即是未来有什么动作 其实亦都在某程度上 是针对现在远东地区的中国的情况 好 待会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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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针籃 工都稳数 銀行